中国封建历史的朝代,最长的朝代应该算是汉朝,当然周朝有八百多年,不过也封为西周和东周,严格来说东周已经不算朝代了,当时是春秋战国,没人把周天子当回事,而且周朝还算正式的封建社会,说汉朝最长还是把西汉和东汉加起来算,这样就有四百多年,然而严格来说是汉就西汉,东汉就东汉,不能合起来一起算。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筛选,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超过了三百年,为什么封建王朝都不能坚持三百年?其实这是有很多因素的,而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制度,我们从清朝的一系列统治形式来看,就可以分析出原因了。 清朝时代的皇权统治达到了高度集中,甚至还衍生出百官密咒这样的制度,就是通过秘密渠道向皇帝打小报告。 清朝的官员特别热衷于玩这种套路,乐此不彼,密咒固然能让皇帝清楚每个人的动向,从而可以达到皇权高度集中。 但这样不利于百官之间的关系,大家相互猜忌,人人自危,谁还有心思去管理朝廷的国事呢? 所以皇权集中是封建朝代,不能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,其次就是对人性的压抑,或者说是奴役。 从清朝来说,这主要体现在对待民族关系上,清朝本是满足进入中原夺取的政权,所以很多汉人的人才就不愿意效忠清朝。 清朝时对人性的压抑,还体现在女性果族方面,根据史学家研究禅足时,大致可以确定果族是从宋朝开始的,一直到清朝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审美。 宋朝时对待寡夫是鼓励在家的,当时有法律规定,女性出嫁可以得三十钱补助,守寡后在家还可以得二十钱,但在清朝却不然,要求女性从异而终,并且把贞结开放当成荣誉。 这种对人性的压抑,久而久之必然引起不满,就像密封的开水迟早有一天会爆炸的,人性得不到解放,社会自然就不会安宁,这也是古代封建王朝, 难以持久的重要因素,还有一个原因,导致古代封建王朝不能持久,是因为官员的腐败贪污,任何一个朝代之处,政治一般是很清明的, 但经过几轮传递之后,官僚集团就会慢慢衍生出来,从而让办事效率降低,不过话又说回来,一个朝代的诞生和灭亡,就好像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一样,似乎一切都是规律, 只不过有些人命长,有些命短而已,就像人的寿命很少能超过一百岁,所以古代王朝也很难延续三百年,这或许都是自然规律吧。